政府积极探讨修改宪法 让我国女子和外国伴侣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自动享有我国公民权 内州部长都是李塞夫丁透露 这项国籍继承权修宪法案会在9月提成国会 不过塞夫丁解释 由于现有法律列明 孩子自动跟随父亲的国籍 一旦修宪 让海外出生的孩子自动享有我国公民权 就会抵触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条例 因此必须深入研究 确保符合宪法实现性别平权 内政部长塞夫丁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表示 内阁在2月17号成立国籍继承权修宪技术小组 负责全面探讨 让我国女子和外国伴侣 在海外出生的孩子享有我国的公民权 技术小组完成研究报告之后 会交给内阁特别委员会 带入内阁讨论 通过之后还需要先提交给统治者会议 获得统治者认可后 才能提成到国会辩论寻求通过 内阁公司 ini telahpun mengadakan pelbagai perbincangan dalaman dan kita jangkakan mereka akan memerlukan 6 bulan bermaksud September tahun ini kita akan dapat membentangkannya pemben tangan mengenai tajuk ini kepada semua ahli parlimen kita akan buat kita juga akan adakan sesi engagement dengan izin dengan semua pihak yang berkepentingan 修改宪法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 让和外国伴侣结婚的我国女子 享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 生下的孩子自动获得我国的公民权 但政府也必须确保 此举不会违反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条例 按照现有的法律 我国女子和外国伴侣在海外出生的小孩 是自动跟随父亲的国籍的 塞伏丁就说 如果之后我国真的是修改了宪法 让我国的女子在海外出生的小孩 也自动获得我国公民权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一出生 就自动拥有了父亲和母亲的国籍 也就是双重国籍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国的法律是不接受双重国籍的 在一名群里中,我们不得要允计 在一面群里中,一方的角色 当然,一方的公民宿 一方的角色是否之后,他要有教育地差 一方的角色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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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要有用生胃的角色 在其中处,第四方的角色是否 一方的角色是否 赛福丁强调 公民权事关重大 不只是获得公民权的人需要对国家负责 国家也有责任维护公民 因此修宪必须仔细谨慎 截至目前 内政部一共接获15万个公民权申请 其中688宗 就是我国女子为海外出生的孩子 申请公民权的案件 但最多的案件涉及无国籍孩童 或是婚外产子 内政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 负责无国籍孩子的公民权申请 赛福丁承诺会在今年6月之前 解决沙拉越948宗无国籍孩童的公民权申请 八度空间林晓彤 陈欣怡 国会大厦报道 外国会大厦报道